这是金塔罗斯的正式登场 同时也是电王惨败的一击 经过上次的战斗过后 伴随着夜幕的逐渐降临 城市中突然出现一魔神 开始袭击空手到高手 而另一边骑车的梁太郎 突然看见有高手飞来 瞬间慌张地倒向地面 此时前方出现一魔神 凭借着力大专飞的力量 很快吸引出陶塔罗斯 并且陶塔罗斯很是兴奋 迫切地希望干上一架 但一魔神并没有兴趣 随即归还手上的把手 这时陶塔罗斯主动挑战 却反被一魔神轻松接下 一魔神紧紧随意一击 便把陶塔罗斯扔飞树 并且一魔神留下纸巾 示意陶塔罗斯擦干眼泪 随后一魔神来到公园 开始用路灯进行训练 可由于力量实在太强 他差点破坏训练的路灯 而另一边返回的梁太郎 开始调查一魔神的线索 这时列车驶入隧道 钓鱼老开始故意挑衅 列车长则向梁太郎说道 虽然在上次的过程中 梁太郎从过去拿回项链 没有改变时间的运行 但是一旦产生影响 则会产生重大的变务 等到列车顺利穿过 为执行列车长说的话 梁太郎打算从韦琪入手 毕竟韦琪是新闻记者 可以得到各方面的情报 结果正如梁太郎所言 韦琪表示最近的受害者 全部都是空手到高手 这时梁太郎看向资料 注意到上次对战的人 其实是天才选手本条 不过在去年的决赛中 本条因病而中途退役 眼看高手多数受伤 那么眼下两人的目标 只需要找位受伤的菊池 另一边蒋武德的一魔神 开始向道馆发起挑战 然而仅仅经过数分钟 道馆的人很快被打倒 正在一魔神离开之际 记者正询问参赛的菊池 是否对比赛依旧自信 因为在去年的比赛中 本条因病而中途弃权 导致菊池轻松获胜 菊池表示如果本条前来 胜利依旧会属于自己 这时两人来到道馆 发现其中混有一魔神 但两人很快被发现 只好交代受伤者的特点 然而一听到两人的话 菊池瞬间有所慌张 因为未获得比赛的胜利 他和一魔神签订过契约 虽然他只是想要取胜 可那些比他强的选手 全都遭到一魔神的袭击 此时按照道馆的规矩 众人打算单挑梁太郎 正在这危机的时刻 梁太郎呼唤起陶塔罗斯 不料列车正在隧道 陶塔罗斯也正在睡觉 好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神秘的力量迸发而出 可仅仅坚持数秒钟 两人又突然陷入危险 好在叶奈爆发力量 成功带梁太郎逃向柳处 但对于梁太郎的表现 梁太郎自己也不清楚 这时叶奈看见本条 误以为一魔神横行霸道 再加上梁太郎拿出腰带 致使一魔神渴望战斗 随后一魔神扔倒梁太郎 好在列车穿过隧道 陶塔罗斯开始附身 此时一魔神快速上前 意外弄碎休息的凳子 搞得一魔神很是愧疚 陶塔罗斯剑撞主动挑战 直言用肉身打还是变身 而昨晚已经肉身打过 自然是变身成最强状态 接着双方立马展开对决 然而一魔神攻击和防御 全部都在陶塔罗斯之上 经过几回合的战斗后 一魔神直接掏出肠腐 砍得陶塔罗斯火花似箭 眼看自己陷入狗栈 陶塔罗斯故意虚晃一枪 并纵身向高处跳距 正在这危机的时刻 夜内及时来保护梁太郎 但梁太郎艰难站起身 随即切换为圣干形态 这时本条突然前来 然而正在同一时间 和举持契约的一魔神 想要解决仅存的威胁 好在金塔罗斯肉身抵挡 并把一魔神击退树木 眼看一魔神伤害人类 钓鱼老立马攻向一魔神 不料一魔神想要逃离 而钓鱼老剑撞召唤雷多姆 开始向一魔神发射激光 但一魔神还是逃离视线 结束眼前的战斗后 虽然梁太郎受伤昏迷 但金塔罗斯却很讲武的 并且他直接背弃本条 想要实现本条的心愿